从前,有个裁缝的手艺很好,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身材很小,比一个手指头还要小,于是呀,人们都叫他母指孩儿。 这个母指孩儿不但非常聪明,胆子也是很大的。 有一天,母指孩儿要父亲同意他去外面漫游世界,学会手艺,父亲很高兴地同意了儿子的请求,母亲则在为儿子送行做着准备。 趁母亲做饭的时候,父亲用他心爱的缝衣针为儿子做了一把剑,让儿子出门的时候带在身边。 母指孩儿想要知道,母亲都做了些什么好吃的饭菜,一直在母亲身边跳来跳去。 母亲揭开了刚蒸好的饭的盖子,一股蒸气将母指孩儿从烟囱里带到了天空中。 在天空飘来飘去的,过了好一阵子才落回了地面,可是这里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家了。 母指孩儿来到了这个新鲜的地方,她感到什么都非常的新奇。 这里瞧瞧,那里看看。 母亲儿子的旅馆的旅馆,然后她决定找一个师傅学手艺。 她先找了一个厨师学手艺。 没过几天,她觉得师母做的饭菜没有母亲做的饭菜香,并对师母说。 师母呀,你应该提高记忆,把饭菜做得更香,更可口一些。 不然我会走的,并会在你家大门上留下蔬菜大王太太,菜太多,肉太少的字样。 师母正在擦桌子,顺手就用抹布向母指孩儿挥去,并说。 小东西,你想逃打吗? 母指孩儿一见,马上钻到了顶针下面,并伸出头来冲师母怪笑。 师母拉开抽屉,师母拉开抽屉,她又钻到了桌缝里,又伸出头来冲师母怪笑。 师母刚要打她,她又跳到抹布上。 就这样,就这样,跳来跳去,可怕师母气坏了。 最后,师母终于捉住了她,将她赶出了门。 拇指孩儿继续漫游,在大森林里,一群强盗正在叽叽咕咕咕地说着什么。 孩儿上前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呀? 强盗对拇指孩儿说。 我们要去偷国王银库里的财宝。 亲爱的小巨人,你想同我们一起去吗? 到了那里,你可以从锁眼里钻进去, 把金子从里面扔出来。 拇指孩儿和强盗们一起去了宝库。 他在门外找到了一条自己能钻进去的缝。 刚爬上去,就被一个守门的侍卫发现了。 他对同伴说。 快看,有一只虫子在门上,让我去打死它。 拇指孩儿吓得赶紧向里爬,躲过了侍卫的毒手。 他爬进宝库一看,里面的金子堆得像山一样高。 他高兴极了,打开窗户将金子一个又一个地扔给守候在窗外的强盗们。 正在这时,国王来了。 他每天都要查看一下宝库。 拇指孩儿连忙关上窗户,躲了起来。 国王在侍卫的陪同下走进了宝库, 检查了门窗都是好好的。 但发现金子似乎少了点。 他转头对侍卫说。 等会儿清点一下库存,看看树木对不对。 你们要小心些,有人想投金子。 有了国王的吩咐,侍卫们用心多了。 他们似乎听到库房里有些声响。 于是,他们打开门冲进去想抓住小偷。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拇指孩儿早就藏了起来。 侍卫正准备关门出去。 忽然,有一个声音传进了他们的耳朵。 喂,我在这儿呢。 原来呀,拇指孩儿看见只有两个侍卫进来, 便想逗他俩玩玩。 等侍卫寻着声音找去时, 他早就跳到另一个角落去了。 我在这儿。 孩儿的声音不断地从各个角落里传来, 将两个侍卫累得筋疲力竭,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们吓得还以为是自己遇见魔鬼了, 最后不得不离开宝库。 侍卫走后, 拇指孩儿又扔了许多的金子给强盗们。 直到强盗们带来的口袋全都装满了, 才从宝库里跳了出来。 于是, 他变成了强盗们眼中的英雄。 强盗们一致决定让拇指孩儿当他们的头。 可拇指孩儿不愿意, 只要了一枚很漂亮的十字笔就走了。 他还要继续漫游。 在他到一个旅店当佣人之前, 拇指孩儿还跟着几个师傅干过一些别的事情, 可是他都不喜欢。 来到旅店之后, 店主很喜欢他, 可那些女佣们却不喜欢他, 因为他太小了, 女佣们偷吃食物或拿仓库里的东西回家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被拇指孩儿看见, 店主也就会知道了。 女佣们发誓要报仇要支一支拇指孩儿。 有一天, 拇指孩儿正在草坪上到秋前, 女佣正要去喂牛, 便将她藏在草料里一同抱进了牛棚。 一头花母牛一口就把他吞了下去。 拇指孩儿眼前一黑,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他害怕极了。 然后同一些草料一起划下了一条长长的热热的管子, 掉进了牛的肚子里。 喂, 这是什么地方, 我在哪儿? 拇指孩儿大声地叫道。 后来, 他听见有女佣的说话声, 从她们的谈话中, 才猜出自己已经进了牛肚子。 他又大声喊起来, 挤呀挤呀挤呀挤, 奶桶挤满了吗? 可女佣们一边挤奶一边说话, 根本没听见她的喊声。 这时候, 店主来到, 他对牛棚说, 这头母牛已经太老了, 产不出什么奶, 明天把她宰了吧。 这下子, 拇指孩儿吓得哭了起来。 店主呀, 我还在里面, 请先放我出去吧。 你在哪儿? 店主听见声音, 私下里搜寻, 却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在牛的肚子里。 过了一会儿, 店主长累了, 还以为拇指孩儿 在同他捉迷藏, 于是他说, 你还是自己出来吧。 然后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 母牛真的被宰了, 幸好在分割肉的时候, 他机灵地跳了出来, 可还没等他跳到地上, 就被一只大手抓进了一个大盆里,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肉, 全是用来装香肠的。 香肠里面太挤了, 拇指孩儿觉得自己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还被挂在烟囱里, 不停地被烟熏火烤的, 难受极了。 过了不久, 店主家来了客人, 主妇对女佣说, 今天牵一盘香肠出来吧, 我要招待客人。 于是, 拇指孩儿趁切香肠的时候, 又一次机灵地逃了出来。 恢复了自由的拇指孩儿, 重新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 在一座树林的边上, 有一片开阔的草地, 拇指孩儿在那里遇见了狐狸先生。 狐狸先生要吃掉他, 拇指孩儿说, 我太小了, 你吃下去也和没有吃是一个样的。 狐狸先生说, 对, 我其实并不想吃你, 但我知道, 你父亲养了一群鸡, 如果你能把它们给我的话, 我就放了你。 拇指孩儿说, 没问题, 但是你必须送我回去才行呀。 这会儿呀, 拇指孩儿恨不得马上飞回家去, 他太想父亲和母亲了, 正愁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拇指孩儿跟着狐狐狸先生终于回到了家。 父亲知道了狐狸先生的要求, 满口答应把家里喂养的鸡全都送给狐狸先生。 狐狸非常高兴地拿着礼物回家了。 狐狸走后, 拇指孩儿问, 爸爸, 你为什么要将家里的鸡全都送给狐狸先生呢? 呵呵, 孩子呀。 父亲把拇指孩儿抱起来, 放在手心, 对他说。 虽然你很小, 但你却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 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这样喜欢, 这样疼爱, 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机灵乖巧的孩子呢。 拇指孩儿给父亲看自己从墙盗那里得到的十字形金币, 然后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幸福地睡着了。 和福利天一天之相见 weil我继终成就能 common了大部分, 我们珍得命 endanger众每个人 ejercício, 中云时被心楼好合求、 在死这个梁、 中互指定智子心沉uld. 请不吝点赞,